強風,堵住邪惡淚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半 條理龍毛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長 客家佬,牛精文 煙雞,大咪,啤梨 嗨,嗨,嗨,嗨 今天是26號Foxing Day 第二節,我是啤梨 煙雞,大咪 雖然我是做了準備 但是一天打我 其實也不是我 因為我吵架,我吵架 因為我有看他那個 其實這幾年 我們又一跳就跳過來了 聖誕節 其實今天大咪說 一定要說一說明秀,毛摩 我們一定會說幾句 這個混蛋,慘了 我最有印象深刻的 Boxing Day 反而不記得是否 南亞大海少 是否是Boxing Day 2004年 都是聖誕節 是Boxing Day 我沒有記錯 2003年代 2004年代 2003年代 就是南亞大海少 幾十萬人 然後相處很多鬼故 還有 前幾年 我記得有一宗 Boxing Day 叫做Boxing Day 記不記得一條片 有兩個 拼東西 被人流出來 銅鑼灣 銅鑼灣 還是不記得哪裡 天后 天后 那 昨天 我們的鎮台之寶 力蘇被蘋果訪問 說平安夜 聖誕節 很貴 爆房也貴 沒有房 爆房也貴當然 這些香港精神 你都不想出 你就放了 是不是 但是 其中有幾間 都是香港人優先 看見大陸佬 不想做他們的生意 這就像樣 這些就叫做義 你讓我做這些生意 就是這樣 老實實說 親疏有別 不是說不做你的生意 你以為是嫌錢腥嗎 但是 香港人 拖著女兒來 大折流流 想搏東西 摘到 雙子 雙子 然後上來 都知道什麼事 你倆會租兩個小時 租不到才麻煩 老實說 那些環境 老實說 很多時候喝大 都不一定要那天晚上搞事 就是這樣想 我小時候都不會突然 就是這樣想的 每天都是博聲低 我們身體強健 還有四年前 應該是平安夜那天 就拉夠了劉曉波 是 現在就剩下了 好像昨天就有7年 7年 5年 邑國熟 這就是共產黨 這個就是 人大政協的共產黨 更快一點 共主教 可以人也允許 少了 他就在普世寬恨 有些人不認同普世寬恨 喜多教徒 正在穿慶 最訟受 分享 浮育 就要拘去łbym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你老母,你老母,經常叫我們包容 你最誇張的是劉霞,我當你是政治犯有罪,那老婆是怎樣的 那老婆是怎樣的,她老婆遠禁這麼多年,不知所謂的共產黨 所以有些人說我們要包容,不要抓到她老婆,不要抓到她兒子 但我們這樣的屠夫政權,怎樣包容你 沒有解身上嘛,包容 有不可能要包容? 好像那天,我們早幾天一起去大陸吃飯,我們分開搭的士 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說廣東話,那個的士老婆在搭 其實他大致意思是普通話不好,就說黨還黨,國,挖國,好像很近我們這邊 但是最後,我都說不要說政治,他死不出來,後來我直接說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他說要包容,不同意見都要包容 我只是掛著你,在車頭裡面,竟然掛著今日一百二十幾歲 這個死全家賓師,絕子絕孫的含家產,毛澤東 那張照片,那張照片,那張照片 當他神那樣拜,那些人 話說我就 當你一個人拿著把刀,對著你,說你包容,你吃屎啦 不是呀,還有屌你老婆,我真的不明白 好像我們公司,地板,下面有一間地產 那兩個女人,我認識的,就不熟,其實都是好人 我真的不明白,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因為我們很疾愛如仇,街口就當是小肉,他掛著五星期,我們就不幫襯 五星期就應於不幫襯 他旁邊那個,他竟然掛一張毛澤東照片 嘩,燒了他 他還要是這樣的一張照片,在廟街賣的那些,這個角圖看他又會 立體那些,其實很低能幾十年前的那些立體那些 是,有時候那些恐爵圖,閃一閃一閃,這樣是開恐爵,這樣是收恐爵,這些系統 他屌你老婆,你竟然你把那個毛澤東想在那裡… 嘩,當神明敗 到底他那個年紀,沒有理由不知道毛澤東 做過什麼,你今天屌你想想在共產黨 我不理你,顯然意見,習近平高調 和老婆你屌你那當然要製造 基本上就是把老神主放出來,確定他們的位置,很明顯的,因為他們的位置未必好穩,但這個無魔肯定有最左派的那班人,大部分人都會撐, 最左派的那班人,不是很多人都會把他神化了,於是他更引用一句,他今天是屌你了,我們是說幾句,因為不在我們的議程裏面,就說毛澤東,我們不要當李自成,意思大概呢,我就不想知道毛澤東講的那些句,我上網看,原來毛澤東就說,李自成當年入關之後,縱容火記殺人,放火屌你了,有沒有結果的,奧倫法就敗走了,之類的,所以共產黨就不能夠學他的, 這個是毛澤東所謂的共產解放,得天下之前的說法,那現在你今天事,今天習近平又說這些,意思就是說,我們不可以這樣這樣這樣,我們要顧著,要不然就很快,就會亡黨亡國客人,在那嚇人,你老母臭氣,你共產黨有哪個,你老母臭氣,你想想現在踢出來,周永康的老婆,是周永康的老婆,是周永康的老婆,粗粗的都要幾十億, 周永康的老婆,粗粗的,周永康現在有二三千億,一千億美金身家,一千億美金是多少錢呢,七千多億,就是三四個李嘉誠, 周永康的老婆,你溫家寶,也是幾百億身家的,上面的人不斷印銀子,他們的銀子只是印出來而已,當你印了一百萬億,好像說印了一百零百萬億,在這幾年裡面,壓外印出來的,如果在體制裡面,你印了一百零百零百萬億, 然後結錢,等著你老母,求僅其,不要這樣,我是傻子,在門下看,拿一百萬億,那你也幾億啦,所以你說拿著幾千萬那些,真的不要大聲說話啦,然後最慘的,貪污不要緊,最慘的是你們下來香港買樓,你老母,肯不肯移, 炒了貴的東西,炒了貴的東西,炒了你,是什麼錢呢,炒了你,沙頭角,有多少錢呢,啊,這麼錢呢,很近去大陸,你說伊萬多,算一算,打個傘,八折,七八折,哇,很便宜啊,秘夫那麼便宜啊,我要山撻,胡撻, 炒了你老母,那些是很窮的,很慘的,所以你說炒了你老母,臭屋,你說什麼東西的,所以今天他還要炒什麼,還要炒安培中三呢,去拜政國神社,他最精彩的是新華社一句,就說, 日本,多行不義必自幣,他講自己,講自己,當然不是講自己,他終於講一句,共產黨的真,最有水平的說話,我也要讚揚一下他,多行不義必自幣, 但是,你要去死就死了,他死共產黨的,他自己黏到東西,所以我們一二一毫,仍然是要出來,叫打倒共產黨, 屌你老母,我們好想多東西玩,晚上我們逛街當然,但是即使下午遊行,我屌你老母,有些人說,喂,頂不蒙孔寧如,所以不去民政遊行, 不是,當然不是啦,我告訴你,屌你老母,我們是慶康國的,我們會更高屌,因為我們陰隱無可忍,屌你老母,怎樣去引這幫行家產,我出來遊行,我就屌你很臉, 我每個人都屌,陳建文我又屌,民主多是屌,我當面,屌你老母,都可以,拿出來打飛機,屌你老母,都可以,這幫行家產屌你,是全部屌的,不用給面子,所以出來屌就屌他,這個行家產,警察又不敢幹什麼,屌你老母,臭氣,警察看到我們屌你老母,幾滴汗在那裡,你有沒有臭氣,你以為他不敢害怕的嗎, 屌我,臭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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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著,這一集,幾天前發生的事,就很短一點的,但是他給了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譚為珠,乃夜說錯說話那件事, 大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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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譚為珠,給他們一張照片,我們先看一張照片,我們先看面相,平時我們不會怎樣的照片,譚為珠,你年紀老了很多,你看一張嘴,大口,大口,所以有時我們常常說,一枝唇膏不夠茶, 你看看樣子,有些像,去到老中,譚耀宗的, 是,都是那類樣子,都是那類樣子,都是那類樣子,是那類樣子, 是那類樣子,是那類樣子,是那類樣子,不要忍記住, 是呀,不吃不下飯,但是這個樣子,其實是,如果是熱相學,是好忍富貴相, 好忍富貴,屌你了,沒有這個含家富貴,他怎麼說呢, 他就日前,這件事就不新的,幾天了, 就日前,為了跟梁振英互航,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還要跟梁振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支持梁振英,真的, 屌你了,梁振英,難道哪一個人, 他真的沒有地方走,不是呀,我懷疑,屌你了,你明明, 有時候政圈裏面,有幾個老女人,劉慧卿,始終是人, 真是欺恨,他欺恨了很多年了, 屌你了,你明明,梁振英,我們不要看這個, 真是師班,他現在生了師班, 他正常來說,在那個政圈裏面,除了長毛之外, 他都算最有型,不是呀,屌你了,不良聲,不是呀, 那不是怎樣,曾俊華認過去了, 曾俊華起碼都,權力不夠高, 不是,不喜歡鬍鬍鬍,對不對, 你以為我喜歡鬍鬍鬍嗎,刺的嘛, 是行盟的,屌你了, 所以,不是呀,說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今天不說,就是那個流動電視牌, 就是,中移動賣給黃維基, 是兜吧,兜吧,兜吧,兜夠你, 你可不可以照顧梁振英, 兜拳,兜拳,兜拳, 梁振英,老實說,在街上看到他, 用不著給面子,一定第一句, 屌你老母,一定是這句, 梁振英,屌你老母, 有這樣的事情,是嗎, 記住,不要在地鐵站, 可能會犯法,如果在街上,屌你老母, 可能很多人跟著一起屌, 好了, 他昨天就補飛, 事緣,為什麼呢, 他呢,他就說, 他那當日為什麼呢, 他說,以前的人, 常常罵人,官商勾結, 他們現在就,現在梁振英出來, 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他很努力,如果因為這樣, 被人壓住,不讓你發揮, 就發揮, 於是,葛炳光,即日反駁, 那,跟著呢, 他就昨天早上, 其實現在講的是,是星期二的早上, 就自己主動打去商台澄清, 晚上打去港台, 即日就打去港台, 昨天就打去商台, 就說,梁振英, 密地建屋,可能得罪的呢, 其實是議員, 不過他不想講得太直接, 他事後跟葛炳光通過電話解釋, 於是乎呢, 他呢, 現在要澄清一下, 其實他所說的, 說得罪了一些人, 老老實實說, 你聽你的說話, 剛才他的except wording是這樣的, 以前就經常被人罵, 官商勾結, 他現在出來幫大家找地, 找屋, 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他很努力, 如果這樣被人壓住, 不讓你發揮, 能力不容易發揮出來的, 我們在前面看, 一定是在講那幫地產佬, 那我只是想講一件事, 就是他給我最大的啟示, 所以你那幫傻子, 不要經常說人家, 我們真的做不到的, 完全不要面子的, 屋你了, 原來這樣, 你想想他以前, 他就領英國佬黑, 英國佬屎洞, 而他九七前, 一知道要回歸, 他已經開始慢慢慢慢, 好想不想知道, 什麼時候突然進了基本法, 起組委員, 來到中方, 今時今日, 歷幾個朝代, 他只是做一隻狗, 所以各位, 是有, 我們藍花系, 雖然說我們重視公義, 但是有緣分, 大家是一場, 網友是有, 喂, 如果要賺錢, 這些就學習了, 你夠毛錢, 夠錢, 夠厚面皮, 夠不要面, 就可以了, 不要說富貴到好像這樣, 基本上現在打工都差不多, 好了, 陳志雲還稱讚他, 聲音Sexy, 我不聽, 嘩, 這麼惡頂的聽到, 接著是今天的主賽, 其實我忍了很久, 今天就不得不說陳建文, 佔中三子, 2010年, 有份走入中聯辦, 這個中文大學, 中大還是港大, 好像是中大, 中大的教授, 陳建文, 他說什麼西話呢, 我讀完出來, 你們才說, 你們又是不知道, 沒有看的, 陳建文說, 佔中面臨轉型, 你看看陳建文, 面臨轉型, 下一個階段, 會普打普選的重要性, 著力挑出政改諮詢的棉女針, 爭取不支持公民抗命的民主派支持者參與, 凝聚更大的普選力量, 他亦都強調, 暫時, 備而不用的佔中運動, 因為, 和中央的談判未見樂觀, 我免得說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聽過, 雖然我們一早預期到, 他佔中會轉型的, 轉型成為一個, 避而不容的運動, 沒有聽過, 他們還在慶祝, 蔑潘打算佔中, 讓吻馬大教授, 他說避而不容, 他為什麼呢? 你們看到佔中靜下來, 其實是在研究轉型的問題, 是嗎? 他說, 傳統社運組織, 泛民政團較活躍, 過去已經全部被動員, 商討日二, 就是DD2結束之後 佔中的結集有三千個支持者 但是跟參與人數約升至一萬人參與明年的商討日三 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願意犧牲參與公民 抗命畢竟是少數人 所以他們提出公民抗命之後 現在要轉化去宣傳普選 令到香港支持民主的60-70%的人 因為他們沒有理由 將自己限制在20-30%支持公民抗生的人 他的說法跟當日DD2被我們吊的那群混蛋 包括Joe Wong和他的契家婆 陳什麼恩的朋友 那條石眼那嬸講的 人講的說話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要繼續宣傳 我們問得很簡單 繼續宣傳多久 為何他們越來越不夠人呢 為何他們越來越不夠人呢 客家佬你覺得為何他們不夠人呢 賓州 那些人就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 越走 你說真的很簡單 我們去出席DD2 有些是有 有些同路人吊咬我們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賓州嘛 他們是比較旭派 黃人蠟派 喂 他們來賓州 我首先要跟所有江湖上的朋友說一句 他們來賓州 我們一個人就知道 我個個都知道 就算蕭若權 他們個個都知道 人民力量個個都知道 但是我們是不是因此而 惹怒到 當他無道不理他 現在很簡單 那天我聽到的長毛 那個省畢說得好 他說 繼續你們是這樣 佔中就反而一定會出現 因為我們會去佔中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用盡我能夠協調到的能力 我們一定會去佔中 屌你落武器 含家產 你這些短命種 還未講完 佔中呢 現在正在舉辦這個 情緒管理培訓班 情緒是什麼 管理你情緒激動 他說讓參與者 避免和反對陣營爆發衝突 2010年的政改談判 2010年 陳建文直言 他是有預感通過的 但是這次就沒有這個直覺 我說屌你老母 陳建文 屌你老母 他當然有預感通過 2010年 他有份進去出賣我們 屌你老母 當然是通過了 這次他不能夠說有預感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他被人夾到屌你老母 死了大體惡了 現在大家都說 外面屌你老母 公民提名 很簡單 大部分公民提名 大部分公民提名 你老老實實說 在現在這個 我們立法會沒有全面直選 屌你老母 區議會也是 有委任議員的時候 你無論通過什麼鬼道進去 雖然我都贊成多鬼仔 屌你老母 但是 你只要沒有全民提名 公民提名 就玩完了 說什麼東西 屌你老母 好了 他還說還未能夠卑鄙 所以他說 屌你老母 2010年 他有預感通過 屌你老母 今次沒有預感 我真的被他吹噓 他還說到自己 所以形勢是很險要的 好了 他說因為特首選舉 到處對中央而言 是象徵主權 他引屬來自北京的人士 甚至編極地指出 如果由泛民的人 任特首 等於將英國的主權交給英美 香港的主權交給英美 他們寧願將香港 弄爛 故此對談判未見樂觀 他說陳建文 說要扭轉渠世 是需要更多 好似民建聯 創黨的主席曾玉成等 開明的建制派挺身開康 令到中央明白政改約不通過 將要付出很大的管治成本 好了 泛民拋出不同政改的方案 陳建文重申 佔中運動 只是一個凝聚民意的平台 不評論方案 他說 希望公民提名 是將來方案的其中一個元素 但是不要幻想 可以繞過提名委員會 有一個直接提名 他認為 可以將公民推佔 納入提名程序的第一步 提委會只作核實 但是 關鍵在於 提委會的組成 是否有足夠民意授權 按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思所言 提委會全票制 決定 並出閘人選 即是提名門檻 頓時增加四倍 那就佔得中 其實我不明白他所謂的 我都不明白他所謂的 總之他所謂的就是 喂 李洛摩 但是一句二句 他很想奴才 中央 還是要跟著基本法 跟著大陸的思維 連人家都 說到現在 李菲 他們成一群家產 袁國強 都未夠膽說 公民提名 不合乎基本法 到這個時刻 李洛摩 臭黑自己 就自閹 但是這樣 都未能夠卑鄙 他最卑鄙 各位網友 真是卑鄙到 你真是要卑鄙到 這些傑鄙在街上見到出來 拍了一次死人衰的樣子給人看 你們不在那 拍了一次的樣子給人看 這傑鄙的樣子衰到 這些呢 有道上面的兄弟 拍著他 他的樣子 屌你老母在口唇薄薄 屌你老母真的要打 如果我年輕 如果香港不是法治社會 我不是我不順利 那實在 屌你老母在打死兩個黨一雙 他老爸老母生 你這個混蛋出來 以為是江中耀祖 其實是一個屌你老母 在土命債 土命鬼 前世不知道做過什麼陰質事 他老爸老母 陳建文老爸老母 我沒有想到飲食食 吃光了 你老母 因為他竟然最無恥就是 說 未來一年 最重要的和平佔中 是做什麼呢 加強宣傳 還有繼續 繼續務仇務 多些經費 屌你老母 我真是想問 你又不佔中 佔中就避而不用 你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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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很多經費 做什麼 沒那麼多與自己賺錢 又有 早安 但因為和平佔中 kill 那天就踩到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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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我們是暴力 你不是說我們是分裂 你不暴力有什麼要做 基本上是真的要暴力 不過我們很多人在 我們都是語言暴力 我們的人是斯文 如果好像第三節 一會兒說的蠔合 那天就有十個人 所以你說這些是含家產 你真是哪有 哪有能力不屌測他 其實你知不知道這個能戰才能何 你這樣搞法 哪一天可以的 大概投行 所以根本 其實搞什麼 多餘 如我們所言 你簡直是講一天 我們將會什麼什麼 7月1號去佔中 你沒有個方案 等政府想 你想一想 他那天戴耀廷還跟我說 我們經常怕不夠人 上次客家人說得很清楚 你有沒有 聲醒之火可以療癒 你永遠不出來 不過繼續是 都好 因為佔中 老實說 看現在的形勢 你始終會有一班人會做 一定有 不過不是他們 好了 那斯盧 看完那段片 我們第三節回來再講 第二段片兩分幾鐘 兩分幾鐘都可能有夠講 我們可以先看完 看看 張榮光激戰之風 李慧玲搭台 真可憐 翻文大對決 小之風vs張榮光 精彩了 一個就爭取公民提名 一個就說三鬼仔 沒有公民提名都不重要 究竟誰會 win 去片 你自己都會明白 公民提名都不是 全世界都 每個民主國家都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不用公民提名 就一定不等他們 黃碧雲 你們民主黨的議員 在2007年的時候 說過所有合資格的選民 應該要享有 提名行政長官的權利 但今天你們又會說 這個選民提名 不是必須 那是不是一個 今日的我 打到昨日的我 來了啦 兩邊還有人身攻擊 裁判 出來呀 其實因為我都不想 兩個人 就好像一路 阿張銘在講的時候 你好像是黃之鋒在打斷你 所以我想你注意一下 那個時間 希望你增加你發言的補速 我的發言就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好像你這樣讀稿 不如這樣 我不相信 在電台裡面 去攻擊一個 跟你一起去辯論的對手 去讀稿 我很少主持節目 好像搭檯一樣 因為兩個火氣太猛了 自動波 其實如果沒有公民提名 最重要是容許不同政見人士 參選就行 老實說 其實現在保留一個1200人的提委會 梁家傑和何俊都參選到啦 既然民主黨的底線是這樣 那也不用去爭取抗替提名委員會 過去 何俊仁和梁家傑之所以入到閘 因為是1200人投票 他知道贏定你 才讓你入閘而已 但如果真正的普選來到的時候 他不敢說贏定 他甚至怕你輸的時候 他會讓你入閘 他又說 湯家驊方案 雖則維持原有的四大改變 不過選民機制 擴大到100萬人 所以民主黨都支持 他會讓你入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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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光 民主黨 黃碧雲 劉慧 劉慧 何俊仁 陶錦生 善俊佳 全部是我們第一號敵人 沒有人說錯啦 落地獄啦 哪有人說錯啊 你有沒有當日 我最記得 2011年 那次是票帳票場 阿昇薛醫生 歐陽英傑就去選 黃埔 行卿議會 其實那時候 我還沒認識他們 你想不想拉一下票 因為我姐姐住那邊 我看到張文光 近距離看 老人群又出狂了 那我呢 又不是人力人 那時候我也沒認識 就走過去吵他媽媽 他就惡狗狗 他很惡狗 因為怕我惡上去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有這麼大膽 我只是說 屌你老母 什麼混蛋死全家 你老母 走走開了 然後他還說我 說什麼共產黨有報應 說你共產黨 當你是共產黨 以為我是民建聯 那些 我說我屌你老母 民建聯 但是後來 那時候我 都不是做得很厲害 才不斷屌他幾次 我現在真的後悔沒後 當日如果我兜八 兜八聲 拚了他春袋 其實第一 就未必抓到我 第二 後來我發覺 這幾年我發覺 打拆這些全家產 通常 未必抓到 抓到都是罰五個水 是啊 不用啊 五個水 我打拆李慧琼 他當你愛字頭 現在 屌你想想罰五個水 千保所汗為 那被法官吊兩句 政見不同 應該要這樣想 你老母 哪是人 你欺欺欺在 狐狸露出美白龍 不要緊 張文有沒有六十歲 有的 黃之鋒幾歲 十幾歲 十幾歲 十八 十五六 十六七 你老母 你講到沒有話 你說他什麼 讀稿 讀稿 其實那些是資料 是資料 你是講這些 對嗎 就算讀歌又怎樣 不就算讀歌又怎樣 不就算讀歌又怎樣 還有這種態度是幾乎 是 屌你老母 這件事 米旭文說那件事 只要有損事都要吃 由頭到尾 你們的尾巴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兄弟 我認為現在不需要 早前我們都忍了半大半年 既然到了今時今日沒有 全面開禁 全面開禁 少他老美 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過了一日之後 街站就全面 你說我自己對大事有沒有 對大事有沒有影響 大局有沒有影響 不想了 因為我認為 要對大局最有影響 要喚醒香港人的 首先我就要徹底 和這一幫左派和偽民主派 切割 將他們的惡行 公主於世 他們絕對是出賣香港的大罪人 我們說過一百次一千次 是被 建制派 甚至乎共產黨更深 這一幫奴才中的奴才 奴才中的奴才 他們是希望做的 這麼想的 真是你說不想 你說不想 你說不想 這麼多人 竟然問我們今時做不做節目 你真是想 做到我生癌症嗎 你老母子好像林郭安 那奴家產那樣 第三次回來 我們先說 師傅 早上 我們現在進去 金山那邊的 最重要是防線其中的箭 夠真好 這裡是很害怕的 師傅 我想肥肥肥肥這一部分 謝謝 大院有樂志 香港保衛戰 一月一日 打到埋身 白小姐 阿波這麼久不搞你 你不會覺得心歸寂寞的嗎 怎麼會呢 作為現代女性 很應該自給自足的 自給自裝 聖士糧品 幫我搞定了 它有三千多種成人玩具選擇 設計更好帥 好煙的 有齊震動器 後庭玩具 絲襪 制服 SM用品 還有吹情香水 各式各樣 還有 適合阿波玩的飛機杯 安全套 總之和性有關的 聖士都有糧品 給你選擇 你搞到我馬上找小孩 阿阿阿 濕了 馬上去 時代廣場對面的 聖士糧品實驗室 又或者上 www.wantor.net 看看吧 聖士糧品 聖在多野玩